而在上海的地下,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铁运营网络,每分每秒都在考验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安全保障水准。 作为上海地铁围保应急救援队的技术负责人,每天深夜12点到凌晨3点,人们都能看到它用手电筒在昏暗的地铁隧道里照出的那一束光。 这束光发现危害,派出故障,抢救险情,这束光兢兢业业,不离不弃,不眠,不休。 正是这十多年来日复日日,从未间断的黄金三小时,让这条城市地下生命线成为了2400多万十米,最为安心的初行选择。 面对隐患,她秉持雍雍忍的坚定与执着,面对挑战,她不断探索创新安全管理博士,为城市管理增添可靠安全砝码。 作为这个200多人团队当中唯一的女性,她已经带领团队在11个城市的554座车站和887公里隧道内搭向服务平台,成为小域国内的库隧先锋。 她就是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地级基础公司维保事业部经理何晓菱。